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来 来来 车 车 你能帮我进去吗 可以吗 王太太 可以啊 你看这台阶轮椅都上不去 抱进去呗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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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嘞 来 我们往前挪挪啊 来 你们来了 老板 老板 怎么回事啊 这 受了点小伤 你们俩好长时间没来的吧 结婚的吗 雨明结婚了 小韩还没有 老板 点菜 老三样 来一个香里腊肉 松爆鸡丁 还有双椒鱼桶 双椒鱼桶你吃不了吧 这太辣了 我给你点的 你不是喜欢吃吗 我吃什么都行 没关系的 再来两碗米饭 我半碗 你一碗半 再来两杯冰的酸梅汤 我把我的冰都给你 好了 就这些吧 别别别 那什么 你吃什么呀 对不起 对不起 我真的不是故意的 因为之前总是跟他来 所以都习惯了 没事 你想吃什么 你们这热菜都已经点差不多了 那就再来个凉菜 泡椒凤爪 老板就这样 去吧 好 好 好的 好的 马上打 马上打 泡椒凤爪 这白爪挠心的 够酸的呀 我没事 我能吃 你是病人 你吃不了 好久没出来了 今天的阳光真好 是 今天今天挺好的 一会儿我们去旁边的小公园吧 就是以前我们经常去的那儿 你们聊 我先去到卫生间 是要不停吗 有时候呢 我只会帮大家去吃饭 甚至不凉择 我只要吃饭 我始终还有吃饭 我只能吃饭 泡酒凤爪 结果他在那边说什么 白爪挠心啊 够酸的呀 你说他什么意思 白爪挠心 真真说到你心里去了吗 什么说我心里去了 他就这样 老抓着我要爆发的临界点 你可千万不能爆发 你这一爆发就成泼妇了 这十分都没了 我知道 我说这种玩意 真是太难对付了 老扎着我 我还没法回我 那人家也是见过世面的好不好 刚吃饭的时候 他就一直在那边说 他跟王雨鸣以前那点事 以前吃什么菜 还说什么 一会儿我们去旁边小公园去逛逛吧 你说他腿都这样了 他走什么呀 还不是他王雨鸣抱着他呀 那你们家老王呢 他怎么不拒绝呀 你别跟我活 我好不容易他忍下来了 我得大度 我得给他阳光 我觉得 我现在怎么就那么虚伪啊 你不是自己说了要自我拯救的吗 就当是成长啊 你就先这么虚伪着 虚伪着虚伪着就自我催眠了 到时候就真大气了 我给你这个招 你们家那老王不是工作忙吗 你赶紧发动发动外援啊 什么呀 你听不明白啊 我现在火之往头上拱我听不明白 这女人啊 一上火之上就直线下地了 你让那个杨小宝 赶紧把你们家老王给叫走啊 对啊 你还想不要打电话 我希望我还得出去了 我现在得稍微平静一下我的心情 还得微笑 虚伪一下 不是吗 成长 淡定 啊 医生主公里的话呢 你一定得记住了 知道吗 像这种双胶鱼头 这么辣的东西不能吃的 不容易康复 知道吗 知道了 都吃差不多了 那不叫老板买单吧 爷爷 你 你还没吃呢 我不饿 江律师 你今天忙吗 我最近都不怎么忙 你看今天这饭吃的 你也没吃什么东西 也没说话 要不然 一会儿就让雨明陪我吧 我 我呀 可以啊 我都觉得挺尴尬的 你不觉得呀 稍等 稍等 小宝 怎么了 死循环 怎么会出现死循环呢 行行行 我知道了 我马上回来啊 等我 我马上到啊 好嘞 那个小韩 不好意思 我跟你做点事 我得先回去 你去吧 反正今天的风也放了 你看真是 实在不好意思啊 我这公司刚起步 这个项目对我来说 还挺重要的 我要不回去吧 这仨都得抓了下 好了 好了 你别解释了 再解释就没意思了 老板 买呗 来了 哪儿钱啊 老顾客给你们打个折 一百六 一百六 怎么样 口味还可以吧 怎么样 这菜还可以吧 这个应该挺好吃的吧 我也没吃着 那下次有空你们俩 你们吃啊 下次有空再来 一定一定 好 那刚好啊 好 刚好啊 好 那这干嘛呀 还要人家开口啊 慢点 那个 我现在上班去了啊 那你也就送他进去吧 赶紧去吧 小韩 康复这事别着急 得一步一步来好不好 别啰嗦了 赶紧走吧 我走了 我走了 干吗 不要拧我走 到头来还是我送你回去 谢谢你啊 江律师 我想下来走走 下来 你没搞错吧 你腿这样 你活动 我都住了两个多月的医院了 一个人躺久了 一直都会跟着倒下去 今天高兴 我想下来活动活动 我相信 我一定能恢复到和以前一样 你想按摩一下 你真想下来走到 走啦 嗯 那 我也扶不动你 你 проф 我帮你去借散拐账 行不行 好 行 没错 你行不行 我觉得 我这脚可以受点力了 大姐 你还是别走了吧 不是你觉得 又不是医生觉得 你让我背你回去 行不行 这太可怕了 你在这 医生不是说 可以适当地活动活动吗 没事 不是你没事 我有事 我在旁边看得心惊胆战的 我们再试试 你也别跟我这样好不好 我背你回去 你想你这脚要好了 那语明不就不来看你了吗 我的脚要是好了 我就去找他 我说你这么撒一女的 干吗老魏男的 给我在这耍心眼啊 你不是一个人 在医院闷得慌啊 你怎么知道 我来 你 我去 我来 我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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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 小晏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小晏 你没事吧 小晏 你没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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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晏 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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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来恢复到这种程度 就已经很不容易了 现在同一个位置 又二度受损 你们怎么那么不小心啊 对不起啊大夫 是我们太不小心 太大意了 它现在严重吗 骨伤的问题 我们可以想办法 但是神经损伤 本来就是个未知数 现在就更不好说了 你们也别压力太大 既然已经这样了 就得面对现实 以后呢 小心点照顾 我们也会尽量 想办法 谢谢您啊 给您添麻烦了 谢谢医生 对不起 行了 别担心了 它会好起来的 我不是故意的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 可是你来医院照顾它 你是不是故意的呀 咱们能不能不再纠结这件事了 行吗 那我也做不到 看着你去照顾你前女友 我心里还能踏踏实实的 你看我已经答应让你来照顾它了 你说你心里还装着小心思 你有意思吗 他万一要是站不起来怎么办 那我都跟他说了 让他不要自己走 他自己非要站起来的 还有 小宝打电话催着我回去 是不是你指使的呀 我没干过这种事 行 咱说好了 咱们别再为小韩的事纠结了 行吗 那你俩 一起去你们以前吃过的餐厅 点以前点过的菜 聊得热火朝天 还抱进门 抱出门的 最后还一块逛公园 他还捏我走 那换作我你能舒服吗 是你对我太没有信心了 我以为你回来了 我们就应该从心开始了 从哪儿开始啊 从对彼此的信任开始 你说你揣这么多心眼 你 你让人不舒服了你知道吗 是 我心眼多行了吧 我心眼多到为了护着他 我后脑袋 啥地上都没跟人说过 你啥地上了 我看看来 让我看看 看看 磕哪儿呢 疼不疼啊 我看看好不好 来来来 哎呀 我看看 回来 别热情 你慢慢说 那 好 那我马上回来 怎么了呀 我解丢了 你去照顾小韩吧 我走了 你这样 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 我陪你去 你这样 我去跟小韩打个招呼 你等我啊 等我先马上啊 他没得找过 我没给我打个电话 那 要不要一块找出去 我怕他到时候见到我 他会更生气 李明 喂 和依林的事 给你们添麻烦了 请我想过和依林 还得看你们多照顾 姐夫谢谢你们了 我那天过生日那事啊 你也别想多了 等那事过来之后 我得约你进店馆 那我先走了 你不找到他 给我发个短信 喂 那我先见见了 怎么了 没事 香秋姐大学时候的样子了 那时候特别崇拜我姐 每年她都要在大礼堂 给新生致辞 毕业的时候 还要做毕业演讲 我就翘了课 过来看她做演讲 在台下像个粉丝一样 看着她 觉得她特大方 特漂亮 那时候林伟啊 就站我旁边 那时候她看她的眼神 让我觉得 别说是这辈子了 就是下辈子她也不会放手 谁知道今天会成这样 你说 我姐要是 不跟她在一块 现在会是什么样 是什么事 她是什么事 对她们 还会有人说